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诸佛正法圣僧众 直至菩提我归依 以我不失等功德 为利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圣僧众 直至菩提我归依 以我不失等功德 为利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圣僧众 菩提我归依 以我不失等功德 为利众生愿成佛 阿弥陀佛 主位联友大家晚安 请看表姐 三念佛功德 出身诸佛报话门 请看页码是239页 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上一次我们是简单把所有的文 我们叫萧文讲过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113页 上次我记得是把所有的经文简单的讲过 这样是有一个概念 那有些细微的地方呢 并没有完全详细讲 所以现在请大家看一下下 首先也复习一张图表 请看 念佛法门的简单历史 请你拍 这张我会一直常常讲 因为这个是我一生学习佛法 乃至于去读研究所 乃至于出国留学以后 去自己整理的 好 王念读老句是讲的四种念佛 大概就是三四五六 其实如果包含南传佛教的话 应该是一跟二 那在华言经里面讲的这个念佛 待会我们会讲下一位 下一位呢 也就是这个谢托长者 三才东子五十三三 第五位出现呢 他就会包含着第一个跟第二个 好 没关系 我们请看 就是一百一十三页 就他讲 信眼亲近 我得自在决定解力 信眼亲近 在华言经上呢 信字还是有实信的 以前我记得我听那个孟参老和尚讲 我们说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佛 信佛 其实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佛 但是啊 快乐的时候就把佛菩萨也都丢了 其实我们的信呢是不稳定的 而且是杂染的 也会变的 但是在华言会上 这个信眼亲近啊 起码它是得到了所谓的实信位 所以我们讲这个眼很重要 眼代表你的正法眼障 古文开悟了就是具有正法眼障 好 眼请写下 就是有眼光的 有眼睛的人不一定有眼光 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有远见 这三个我再讲一遍 有眼睛不一定代表有眼光 因为有眼睛你只看到现前 时空的局限就是当下 你就执着 有眼光的人呢 他可能会看到 比如说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来自于十年以后的变化 所谓的有远见的话呢 他可能做一件事情 会想到一百年以后还立意众生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信眼亲近 这个修行呢 这个眼睛是很重要的 所以古文禅中讲 113页最后一行 参方虚具参方眼 在三才东子五十三参里面呢 这个要参访之前呢 第一个呢 是要得到所谓的根本质 文殊师利菩萨 加持你啊 开悟以后啊 才会去参访的 才翻过来 114页 那有决定的见解以后 信眼就清静 眼睛就很明亮 明察秋毫 所以智光照耀 普观境界 离一切障 智光景化起来 就是常常念佛的人啊 我们讲念佛 无量光 无量寿 严格的说 念佛的人应该是 无量觉 谢谢在旁边 很重要 很多人只是 刚开始入手的时候 持敏念佛 我们下次也会讲 最后第五段的念 阿弥陀佛 第三段的时候 也会念佛的万德鸿鸣 不管佛的法身 报身化身 最殊胜的呢 还是要有智慧 所以念佛叫 无量觉 念佛的人不会说 红绿灯呢 开的时候 红灯跟绿灯啊 它分不清 那叫做无明 有曾经跟我练 也有跟我说 师父我很专注念佛 念佛有一天 红绿灯差点分不清 那撞过去了 还好警察没抓我 我说小心 你已经走火入魔了 念佛不是这样 念佛写是无量觉 它是对所有一切呢 是清清楚楚的 不会红灯跟绿灯分不清的 那表示你念佛 只是执着在名号上 还有执着在数字上 我上次说过 对初学来讲 数字是要对峙 它的懈怠心跟散乱心 但是有些人 极了净土 会被禅中文批评 是什么 写 直持名号 就说你这个人 还是很执着的 对 没错 因为我们不执着 阿弥陀佛名号的话 那就出不了轮回的 就在生死大海 举一个例子 你去淡水 一定要搭桥 然后过了淡水河 你才到对岸的巴黎 除非你自己跳下去游泳 但是现在为了安全 也不准你跳 你跳下去的 大海里也有鲨鱼 还有水母 各种也会刺到你的身体 所以在你横渡大海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依赖一个所缘境 这个所缘境是什么 请写 就是万德鸿鸣 所以以严格开悟的角度来说 念阿弥陀佛是执着的 对 没错 那是初学的人 但是你念念念念念念念久了 来 看这张表 从佛的水念 接下来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我每天拜佛 定数字功课 打坐念佛号 一万两万 持持名号 到最后 你就会念到十项念佛 下一段我们讲的 谢托长者叫 念佛就是念自心 但是那个不是对初学人说的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必须要至光照耀 普观境界 而且离一切障 就离开你所有眼耳鼻舌身意 对色身相畏触法的障碍 所以心经里面讲 照见五蕴皆空 接下来善巧观察 普眼明测 你看又是眼 所以可见呢 具有正法眼障是很重要 最后能够聚清进行 这时候聚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可以 网易十方 一切无量的诸佛国土 去恭敬供养 看114页倒数第二行 恭敬供养一切诸佛 恭敬供养画起来 这就是普贤十大愿的 广修供养愿 然后常念一切诸佛如来 那就是支持 佛的名号与功德 这里的念佛呢 是指广义的 不但名号 也要想佛的大悲愿力 比如说你思维 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功德愿力 思维八大菩萨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 八大菩萨都有他的功德愿力 如是呢 你才是叫做念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 总持一切诸佛的正法 常见十方一切诸佛 这一段呢 就是念爆化身佛 这个不是阿罗汉的境界 因为阿罗汉只知道三千大千世界 阿罗汉若没有问佛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啊 是什么世界呢 其实他是不知道的 这是不知道的 好 这个常见十方一切诸佛 请画一下 这就叫做定中见佛 梵文就叫做波周三昧 定中见佛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定中会见到十方一切的诸佛 那定中见佛的时候 当然无量的诸佛 无量的世界都会显现 所以换句话说 在华言会上的念佛是广义的 它不是只有念一尊佛 事实上是念无量一切诸佛 好 再给各位看一张图 待会我们讲解脱长者也会用到这张图 就是十方世界 好 请看 一百一十五页 上次有讲过 我得自在决定解力以下 是念法身佛 到这里一段 这是彭济清老居士 一就是这个德云比丘的经文 他把它做一个提示 那当然黄老居士讲句里面有些讲到 网易十方以下呢 就是念爆化佛 上次我花了一些时间给你看法爆化三身 那随顺法身起于爆化 请这两句话画起来 随顺这两个字很重要 尤其是华严经里面 他常常会用到这个词 比如说我随顺恒顺众生 普贤十大愿里讲恒顺众人愿 我随顺普贤王如来的大愿 而发起广大的菩提心 所以他会常常讲随顺 随顺这个里还有一个意思请写 知道我在讲哪里吗 知道 如果师父讲到太快 你可以说师父再讲一遍 随顺请写 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游到中游游到下游 我们没办法一下子 证悟佛的法身跟报身 但是我们可以随顺普贤王的十大愿 就像从山上的河流一样 各位说是周末游到十分寮瀑布去爬山 或是去外面走一遍你会发觉很多的河流 长江黄河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点点的水 慢慢慢慢流流流流流流久了经过了很多省或很多地点以后 就会变成非常大的 美国的大峡谷以前也是很大很大的河流 如果在你愿力的时候你的报身比如极乐世界 现在就是报身净土显现 化身是指临终皆隐 临终皆隐愿 那它就会产生 那法身无量 所感的爆化亦附无量 所以下面的文章就是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德云比丘的原文 上次介绍过 可是我现在要继续讲 请看 鉴于东方 请画起来 在座禅三魅经里面 也有观东方 为什么东方呢 因为东方代表蓄日东升 看我们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 当然我们现在第一个念头的东方 可能会想到药师佛 没有错 东方是蓝色的 天空蓝色 可是东方事实上有无量的佛国土 请看这里 清净光莲花庄严世界海 东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佛 请写阿处皮佛 它是修般若波罗蜜的 在小品般若中品般若 修般若波罗蜜的呢 是求生东方阿处皮佛佛国土 阿处皮佛呢 大概佛像只有法古山 以前圣言法师 是为了把佛像不要被破坏 然后还回源头 叫阿处皮佛 可是东南亚真的弘扬阿处皮佛净土的很少 因为它出自于维摩皆经 还有出自于般若经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请写 西藏秘勒日巴一身成佛 现在又有很大的辩论 成佛是成什么佛呢 藏通别缘呢 简单的讲呢 应该它至少还是真到六地以上的菩萨吧 也可能是真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西藏秘勒日巴一身成佛 那当他往生的时候 弟子曾经问他 师父 你现在往生了 请问十方佛国土你要去哪里 你知道秘勒日巴说哪里吗 我下一站是要到东方阿处皮佛佛国土 继续学般若波罗蜜 所以写 所以般若波罗蜜阿处皮佛是在东方世界 东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中国的以佛教史来讲 是从魏晋南北到唐朝以后写 唐朝以后 因为中国医药很发达 所有文武百官皇后都希望能够解决病痛 所以药师佛信仰就非常的兴盛 所以中国是唐朝以后 我们讲大殿的三宝佛 中间阿弥陀佛右边是东方还是药师佛 其实原来的东方有好几个 我先说一下下 过去佛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 那西方阿弥陀佛呢 西方阿弥陀佛其实应该是未来佛 是弥勒菩萨 因为他是行结第五尊佛 可是在西方 看这个世界 刚才东在这里 西 西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世界名也极了 可是西方呢 是可爱乐保光明世界 其中有一个愿力最大的阿弥陀如来 所以东跟西 到了唐朝以后呢 中国文化的定型就东边边要是佛 西边是阿弥陀佛 了解吗 这是唐朝以后才 好 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讲过去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那现在佛当然是迦牟陀佛呢 过去佛呢 有几个主题 要看你一什么经论 请写 今天我要补充 如果以金刚经来讲 过去佛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然灯佛 然灯佛 知道吗 过去然灯佛 这个批法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是依然灯佛 为他授记 所以 因此 那东方呢 若以波日波罗蜜来讲呢 其实是应该是阿处匹佛 阿处匹佛 所以不同的经论呢 其实他所根据的是会有不同的 它不是单一个标准 那西边的话 若是配东边 若是配燃灯佛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现在佛 那未来佛 当然那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所以在这个 看一下下 插一句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里面呢 的第五十一餐 给各位看一下 没关系 上次有看到 刚好讲到这个主题 看 零是文殊师利菩萨 二十七大卫观音菩萨 五十一是弥勒菩萨 慈心三昧 五十二当然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出现 五十三餐就是弥勒菩萨 那在这里请看黑板代表的文殊菩萨 代表根本质 所以黄老君是常说要开悟 破三餐 出关二关三关 真正的是要得到根本质 以前的标准很高 是得了根本质 开了悟以后 你能够分别正邪真假以后 你才能出去参学的 不像现代 师徒的关系 时代不一样 价值观不同 说走就走 他要去参 老实讲 他也参不出结果来 因为他没有判断的标准 第二个 二十七餐是大卫观音菩萨 那五十一餐是弥勒菩萨 代表慈心遍满 弥勒重重无尽的楼阁 请看下面 它是下面一尊佛 请看 弥勒菩萨 参访弥勒菩萨 弥勒 请看 右上角 这个就是弥勒菩萨 八大菩萨的弥勒菩萨 他并不是不带和尚的造型 他是天贯弥勒 所以你看 这里 弥勒菩萨 看这里 西藏一般 弥勒菩萨的造型的话 大概就是 一个是法轮 一个是宝平 弥勒菩萨的造型 所以五十一参是弥勒菩萨 因为他是弦节 第五尊佛 接下来 那文章十利菩萨 再指指他心性 看 文章菩萨告诉他 再加油 再加油 你已经参了弥勒菩萨 还有一关 要让你变成 静躯空 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国土的菩萨行 你都圆满 答案是什么 修菩萨十大愿 请看 所以为什么 我会苦口婆心 劝各位念 最顶峰的 就是菩萨十大愿 他是净土五经之一 中国人喜欢精简 其实我不太喜欢净土五经 观音三经 或地藏三经 老实说 我是讲给你真话 因为观音不是只有三经而已 中国人 讲白一点很聪明 但是有时候 从某个角度来讲 中国人也很懒 因为中国人就是喜欢 无道义以贯之 忠述而已 两个字就把全部都讲完了 所以中国人 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 八宗姓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八宗都很兴盛 在八宗当中 第一个衰落的是谁 为世忠 玄庄大师传给魁击大师以后就没有人了 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学大经大论 然后知道吗 再来 慢慢慢慢各宗各派 也就最后只剩下禅宗跟净土宗 天台宗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弘扬 学习很好 那华言经弘扬的人很少 但是真修华言法界观法的人呢 那就更少了 好 到这里一段 好 请看一百一十五页 所以 建于东方顿号 一佛 二佛 十佛顿号 这是一个阶段 你先要专注的观想 一尊佛 接下来 东南 上下左右中 是五尊佛 一起 就有一点像我们出家人 晚课的时候要蒙山诗池 一粒米 先变左右 前后 上下 然后一粒就变七粒 七然后再沉 向右旋转 七七四十九 变无量无边 所以观想的时候 尊心丁这很重要 他先观一尊佛 再观左右 前后 这样就五尊了 接下来 平面的 再加上上下 这样就七 七然后就向右旋转 所以这里 经文写 在座禅山魅经里面也有写 在 波座山魅经里面有写 观佛的时候 是要慢慢观的 不是一下子的 因为我们凡夫 南沿福提 缩博众生 先从东方太阳升起 观一尊佛 两尊佛 五尊佛 十尊佛 到这里是一段 接下来 你很专注的时候 一尽是一切 百佛 千佛 百千万佛 他自然就会显现 像什么 天上的星星一样 所以 至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即为成数佛 到这里 黄老师 黄老师 当然他有他的解释 你自己看 我只是补充 第二个 看东方当观完的时候 看东方完了以后 接下来是要南方 东方观完是南方 我现在要介绍五方佛 东方是还有一个阿处皮佛 南方配保身佛 西方阿弥陀如来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中间是皮卢遮纳佛 没关系 你先记一下五方佛的结构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在大乘佛法里面 从唐朝的唐密 也传到日本的东密 一直到现在 藏密也很重视 五方佛的思想 所以他不会说 我只拜释迦摩尼佛 不像台湾 有些法师说 我只拜释迦摩尼佛 可是我不拜阿弥陀佛 当然这个见地是有问题的 西藏仁波切 曾经破斥台湾很多的 我只要释迦摩尼佛 我其他的佛都不要 其实这个见地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 五方佛是一个整体的思想 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也代表五方佛的结构 比如说地藏菩萨 或任何一尊佛 头上都会带五方佛宝观 文书施力菩萨 你到五台山里面 也有五方文书 所以五方佛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结构跟思想 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不会说只拜释迦摩尼佛 我不要其他的佛 这样的佛 想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见很重要 再看一下日本的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的头顶上 也是代表五方佛的结构 大日如来也有东南西北中 五准佛的智慧 各位去查五方佛里面有 最有名的写西边妙观察制 阿弥陀如来 有平等性制 大圆境制 尘所作制 西方是配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 所以观音跟阿弥陀佛 对于过去现代未来 一切众生的因缘 有唯妙的观察 他有五方佛的智慧 接下来看 如东方 接下来观南方 西方 北方 这样就五个东南西北 四个方 四围上下 就是刚才讲的四个角 上下就是上下 再看一次 所谓的四围 四围就是这里 东跟南之间的东南方 有没有 然后还有西南方 还有西北方 对不对 还有东北方 再加上一个上跟下 这样了解吗 这样就是十方 所以华严经十代表大圆满的意思 请写 每一个经文 每一个法门常用的数字 代表大圆满不同 比方说极乐世界 写 微风吹动 七宝行处 都是用七代表大圆满 因为极乐世界 就是金银流离 玻璃车取 讲经文的时候 佛在介绍极乐世界的净土的时候 都是用七 可是有些经文 他会介绍 都是八 譬如说八大菩萨 八相成道 连师八变 八大护法 八大天女 他都是用八 八代表八正道 所以每个数字都不一样 那华严经是用十 代表大圆满 因为人类的思维 是从零一直到九 接下来就十 十跳回来的时候 就是十一 所以十是一个 人类数字的一个段落 他也代表大圆满 接下来看一百一十六页 经文 世民顿号 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顿号 智慧光明顿号 普见法门 普见法门 这个见字请刮胡 在古代的木刻版里面 普见跟普现 显现的现 是同一个古字 在古代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奇怪我们念普现法门 可能为什么有些会刻的是 普见法门 其实在古代 这两个字是通的 诸佛 别无境界 唯以智慧光明 把智慧光明一样 画起来 就是一切的知佛 诸佛是以萨婆若智 博尔波罗蜜经讲 就是一切种智 所以大光明与大安乐 所以智慧当中会有光明 光明当中代表 慈悲跟智慧的射受 接下来上次请各位也加 大悲愿力 随顺众生而做佛事 随顺 你看他又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华严经很喜欢用随顺这两个字 我也觉得很好 所以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请看117页 第二行 简单的讲 人家问你最简单最简单 什么是 这位伟大的宗格巴大师讲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正见 什么是菩提心呢 当然菩提心里面有没有包含大悲心 有 大悲心跟菩提心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大悲心里面简单的讲 有深浅 有染静 知道吗 基督教天主教也有慈悲 爱也是慈悲的一种 但是爱里面是染灼多 慈悲的话也有小慈悲 中慈悲 大慈悲 也有清静的慈悲 跟染灼的慈悲 所以慈悲呢 还跟菩提心呢 这两个词当中 还是有不同的概念的 那简单的讲 菩提心呢 是就是什么 就是大慈悲 大智慧 与大愿力的结合 这三个很重要 《黄殷座老巨师》会一直强调 那在这个大智慧当中 智慧当中 其实应该是慈悲跟智慧 三个都连加 但以特别的延伸来讲 慈悲跟智慧 请画起来 叫悲空双运 而延伸出为 叫空正见 也就是说 佛法六度波罗蜜里面 印度外道 也有前五度 佛法最殊胜 最殊胜 跟外道不同的是什么 是缘起性空的正见 也就是说 简单的讲 刹那刹那之间 上阁大地 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在变化的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它只是假明安利而已 这个叫做空正见 这是佛教很伟大的地方 但我们念佛 无量光 无量寿 乃至于无量觉的目的 也是要正到空正见 接下来请看 117 上次有讲 此念佛人顿号 亦父如是 由性解雇 性解化起来 接下来观醒 这两个很重要 我觉得读 华言念佛三倍论是很棒的 它可以补足很多 净土五经 一论里面 很多 比较没有讲到详细的地方 因为它的所有的解释 是来华言经的原文 请看 性解具足固 所以能入佛的智慧 这个入很重要 上次讲 入是什么 就是一心不乱是能入 那所入呢 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是我们所入的功德 所入的境界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若没有把握这个 这个核心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修了很多很多 但是呢 就好像呢 你找不到一个 这个入口 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用地下室 我用地下室做比喻 地下室你要进来的时候 对不对 要么你就有密码 要么你要有钥匙 对不对 可是假如地下室 我们是铁门嘛 那你没有钥匙的时候呢 你怎么撞啊 怎么撞啊 你撞破了 你的腰都受伤了 所谓是他打受伤 你还是进不来 可是如果找到工作人员来呢 找对了钥匙 搞不好他还一把的钥匙 可能他还用错了 对不对 楼上还有这个 还有三会讲堂 还有不同的教室 有不同的钥匙 对不对 试了好几把 都没有 可是那时候找对钥匙 都看上去 一插进去 啪啪一声 他就开了 这说明什么 就是信解很重要 信愿很重要 还有观行很重要 所以你有信解了 你来能够入佛的智慧 所以这个能入的血 是一心不乱 所入的 请看幻灯片 这里的佛智慧 就是华言经讲的一针法界 就是毗洛哲纳如来的自信 接下来观行俱足 就能见佛光明 所以见佛光明里面呢 观行几话起来 就是止观的意思 你的心若越清静 若专注的话 那你见佛的光明呢 就会机会越大 当然这里面讲 智慧光明不从仁德 为界原因顿号 得险发固 所以王老居士就举到说 为什么读华言经 还有读金刚经 就是要破你的疑惑 我们凡夫总是 对很多东西都有疑惑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你一学佛的时候 听到四地十二音源 我不知道各位 我大概是三十八年前吧 那时候应该是 第一次也是在会日讲堂 那时候会日讲堂 还没有重见 我的老师带我去听 去听十二音源 四地十二音源 第一次我听到十二音源的时候 我放声大哭 我才知道说 无名原形 行原事 爱举有 然后生老病死 原来我是像头胎转世的 我那天真的一直哭一直哭 我老师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我终于知道 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了 他说真的吗 因为我以前是读儒家的书 在学校是读中文系的 中国文学史 中国哲学史 对不对 虽然 孔老夫只说 位之身 焉之死 但是儒家 对于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相 这一段人文的 我们仁天圣教法 其实他讲得很好 那天上的部分呢 是道家讲得比较好 对不对 可是呢 《易经》里面也有说 不是孔老子夫子 不懂生死 他只是觉得 云云中生的凡夫 连生老病死都无法超越的话 你告诉他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其实是太遥远的 但是孔老夫子 他并没有否定 可是这个在我心中 就有一个结 以现在来讲 一个梗 人到底怎么来的呢 死了以后 要去哪里呢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面对 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 过世的时候 你会很难过 哭了一个月 三个月以后就过 然后你一直会问 他去哪个世界呢 可是佛教 他就有解释 佛教有六道轮回 有十二因缘 对不对 他会告诉你 我们人为什么 头胎转世 所以你打开 生跟死 这个两个门 所以你必须呢 透过智慧光明 然后打开 你的这个 生跟死 所以违界 缘因 顿号 得险发故 缘因 他这有个特别名词 请翻过来 一百一十八页 今天要讲 王老居士特别讲说 缘因 不是因缘 这两个字没有打错 缘因是讲 三因佛性 请看 正因佛性 缘因佛性 跟了因佛性 这里的原因就是 缘因 佛性之 缘因 正因佛性就是我们众生 本有的佛性 这里也可以讲如来藏 就好像譬如 木头里面有火 他用古人 转木取火以后 才能够吃东西 木中有火 譬如人中呢 就有佛性 这叫正因佛性 那什么叫缘因佛性呢 就 木头里有火 但是你 这个桌子呢 为什么会自己不烧啊 桌子也是木头啊 可是它被砖啊 砖 这就是缘啊 所以才能出火 所以它要有 真上缘的缘 这个缘 就要有外缘 所以 一百一十九页 第一行 请做五个记号 修德有功 性德方显 这两个是关键词 这个我要讲 专心听 就说 你为什么要修福修会 你菩萨道 像释迦牟尼佛 从燃灯佛授记里 从出发心里开始 一无量节一直修 修到一个阿僧奇节 遇到燃灯佛的时候 燃灯佛才为他授记 过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在娑婆世界 贤节的时候 你会成佛 是第四尊 好世交 摩尼如来 你成佛的时候 有正法 相法 末法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你会度无量的生文众 最后呢 你会入灭 你看 他就帮他授记了 所以预演啊 跟授记是不同的 授记是按照 河流刚才讲 上游看到中游中到下游 所有一切的缘起法 他自然在显现 预演呢 你还会变 对不对 现在 这个全世界呢 这个多说一句 这个疫情啊 大家都恐惧不安 最喜欢用印度一个神童啊 那我告诉你删掉 那根本是假的 全世界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 不相信科学 不尊重专业呢 全世界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心 要相信一个神童呢 动不动的预言台湾有 那根本是假的 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就喜欢传这个 就被我骂 我说因为你就一直在传这里 所以你内心有恐惧的因 因为你一直在造假的恐惧的因 了解吗 所以因果高应是很可怕的 好 那我刚才又讲说 释迦摩尼佛经过了一个阿僧奇节 然后修到第二个阿僧奇节之后 又有另外一尊佛帮他授记 到了第三尊佛的时候呢 又有另外一尊佛帮他授记 就是前一尊迦舍佛为他授记 所以他要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所以这叫修得有功 简单地讲就是镜子 透过去磨 磨了以后呢 你的镜子的反光 性德方显 好 这句话很重要 不然有很多人会直理费事 直视费理 好 看师父表演 就是我们上了华英念佛三美论 非常棒 看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看我 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因为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我告诉你 这个会入成断灭 因为你坐在这里 就跟那个石头一样 坐一万年 十万年 石头还是不会变佛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理解错 知道吗 所以修得有功 性德方显 还有一种 也像无上的大手印跟大圆满 今天就为各位介绍了一点 显密圆满 到最后修心性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最后的答案是这样 看 师父表演 最高的禅作是什么 是什么都不要做 真的是这样 经文是真正写的 最无上的无上上的禅作 是没有任何的念头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也没有未来 就是说没有造作的心 所以无上的禅作 答案是不用打作 那不用打作的人呢 这句话不能对初学人说 因为不用打作了以后呢 他就 那我就不用修府修会了 他就入断灭了 所以为什么说 有时候秘法 他不是秘密 是深奥道 不是对契机的人 他是不可以对他讲的 假如你一开始就跟他讲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的话 那他就讲既然不增不减 那我干嘛初一十五要点灯啊 那不增不减 那他还顶我一句话 师父 有念经等于没念经 是平等的 我打他一巴掌 痛不痛 会痛 那你就乖乖给我去念 因为你还有写 我执 所以佛法 他的确是深广 因为他不是只对凡夫讲 他对生文成六道众生 甚至对阿罗汉 一果二果三果的圣者讲 他还对一地二地三地到八地到十地的菩萨讲 静虚空骗法界 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 佛都要为他宣说 但是有一个原则 要气里气机 所以这句话请背起来 五个记号 修得有功 信得方显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镜子要去擦擦擦 擦到最后它亮了 它才会有反射的功能 可是你镜子放在那边 不擦它也不用它 那永远还是一个同镜 就容易断灭或执着 执空跟执有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讲 你本来有华严经 毗卢遮纳的性德 但是你要修 你不修的话 你本来的性德是不会显现的 所以这是叫依靠缘 所以佛陀任何的一尊佛 都是按照因缘果报 缘起性功的法则 接下来再看 一百一十九页第四行 缘因砖而出火 达到了目的 火出来以后 木头也烧光了 一切了了 了因佛性 他讲了三个 正因佛性 缘因佛性 跟了因佛性 这个辟语很好 因为木桶中有火 就是正因佛性 钻木取火 就是缘因佛性 然后火出来 木头烧光了 是了因佛性 这三个才是究竟圆满的 所以最后他总说 总之最后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这个缘因都得要靠你自己修 你才能够显发性德 到这一段 这个是上一次我没有时间讲的 这次要补充的 所以你有念佛跟没有念佛 那是功德不一样的 接下来前面是讲 分过来 117页 117 请看 此念佛人 画起来 先讲 这是讲念人 这里人简单的讲 就是六道所有有情的众生 因为天人也是从人去修去的 升到天上的 那同样地狱恶鬼出身呢 也是从人道的众生而堕落而去的 接下来是讲念佛人 下一段是讲 华言会上的大菩萨 怎么念佛 请看 119页 下文又开 邓号诸大菩萨 请画起来 就是华言会上 十住 十行 十回像 等十地 等觉 庙觉 中国呢 52个阶位的菩萨 顿号 三七日中念佛法门 三七请做一个记号 三七是21 是配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菩提加爷 菩提树下就用了27天 就把所有的大方广播华言经 全部讲完了 所以它叫三七念佛日 它是这样来 它为什么不用二七 或一七 或五七 第二个是配 我们现在三七 打佛七 三七二十一天 三七本身是配 原来的 毗卢尘那佛 在这个 印度菩提加爷呢 开悟的时候 就用21天 就把所有大方广播华言经 讲完了 请看 静语 顿号 十方三式 顿号 即一一 矛端 亮处 念念佛出世 念念佛说法 念念佛灭度 上次有讲这三句话很重要 念念佛出世 念念佛说法 念念佛灭度 这里的佛是什么 这是无量觉的意思 比如说每一个念头里面 都有无量诸佛出世 那事实上也是如此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法 刚才说今天几号啊 这个局势 四月十二 对不对 今天是四月十二 可是你读读阿弥陀经 对不对 阿弥陀佛 今现在说法 阿弥陀经的经文 叫今现在说法 你去看 这个 欧毅大师的弥陀要解 他怎么读解 这句话解得很棒 他说阿弥陀佛 今现在说法 今写 从古至今 到现在都还在讲今说法 也就是他没有时空的局限 也就是到今天 二零二 二年了 四月十号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每一分每一秒钟 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接应往生 今天呢 我就碰到了三个脸友 不要介意 一个呢 是我的十专同学 他昨天的妈妈 最后告别式了 我们也帮他诵经 诵了很久 昨天告别式圆满 他今天谢谢我 我们很多同学也帮他 第二呢 我有一个同学 新加坡的学生 早上发紧急简讯给我 下午他两点到三点 紧急要开刀 所以我今天在经社 准备你们的课的 备课的时候 我经社都点满了灯 第三个呢 前两天我们有个学生 他在工地工作 上个星期 四月七号 还没有去嘉丽 一股工南院之间 跟一个建筑师讨论过 讨论过以后呢 放假嘛 周末 昨天很紧张 收到工地老板 发紧急的简讯给他讲 那个工程师确诊了 所以他被列为框架 他当天晚上用了检测剂 刚好是阴性 可是今天正式西区医院 显PCR 他就跟我讲 师傅我这个礼拜要请假 我说不可以 你去检查 24小时就出来了吗 明天要上摩河波日波罗密经 对不对 不要动不动呢 就不来上课 对不对 明天你检查是建常了 你还是来上课 没问题 你看 对不对 所以 你看我一天当中 我要处理三个人 就全世界这样 啪啪啪嗨 我要说明什么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 请你写 每一分每一秒 全世界啊 都有医院里面 都有人断气 我现在跟你讲话 全世界 所有的首都 乃至乡下的 所有的医院里面 都有人断气了 包含台北市的和平医院 台大医院 亚东医院 都有人断气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察觉呢 当然因为觉得 死也跟我没关系 一 我们没有正思维 请写 第二 因为是血缘的关系 就跟你觉得没有关系 假如很不幸 我师父只举例了 我不希望它发生 比如在座现在同学里面 突然收到简讯说 师父对不起 我的爸爸妈妈或家人 现在要紧急送到医院 那你一定会跟我说 师父对不起 我不听见了 我要走了 你一定是心乱如麻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所有医院的人 每一分每一秒人断气 你不察觉呢 因为你觉得它跟你没有关系 同样的 再来 现在 8点40分 一秒钟 全世界有多少的医院 哇哇诞生了 可是呢 你也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我生的孩子 所以答案是什么 还是我的概念 写 跟我有缘 我才关心 跟我没有缘 就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呢 还是一个人我之跟法我之 障碍了我们这时空的局限 但是你说打破了这个时空的局限的话 你才知道念念呢 无量的世界有佛出世 念念有无量的佛都在说法 念念佛有无量的佛都在灭度 这里的灭度就是什么 缘已经圆满的 静了 它视线圆满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对不起 师傅觉得可以关掉了 好不好 因为它已经冷到一个程度 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开始冷了 没关系 加油一下 还有十五分钟 就告一个段落 你可以关掉没关系 对 关掉的话 这个房间里还有一点温冷冷气 对 不用开门 好 继续讲 所以 那你真正念佛念到华严经大菩萨的世界 过去现在未来时空都突破的时候 它就会觉得 一以自心顿好 无边之行顿好而为集体 本身当中请画起来 本聚三生 就任何一念都包含法报化三生 一念相应 名为大乘念佛三昧 那一念相应翻过来 一百二十页 上次有讲过 王老居士就是以元绝经做注解 一念相应当中 就是元绝经讲的聚足三生 这个并不难 他还讲到 这也是密宗所谓的母子光明会的含义 这是以中阴生救度法的角度来说 所以我们一念相应念佛的功德里面 就会让自己法报化三生而显现 如此三昧门翻过来 一既是一切 既能骗射一切诸三昧门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上次比喻 一灯能破千年岸 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比喻 所以念佛法门是的的确确殊胜的 所以并不是一般就是觉得知识分子 就觉得说念佛只有阿公阿婆才念 我自己是根性很好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念佛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见解的 最后做一个总结 一百二十一页 第五行 念佛三昧为什么殊胜呢 上次有讲过 这次再做一个强调跟总结 请看黑板 对对我先看这个 再来看黑板 老实念佛 念佛三昧为什么殊胜呢 因为入此三昧门 就能够骗射一切诸三昧门 华音经讲了无量无边的三昧 只要入了这个念佛三昧 这些三昧都涉受在里面 并不要像王龙书居士自己说的 在念佛里还要念多少多少亿阿 阿弥陀佛号 因为华音的道里面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一念相应 念一尊佛就是念很多佛 入此三昧就骗射一切三昧 所以华音经是经中之王 所以念佛三昧是王中之王 又称为宝王三昧 到这里是一段 这里华音经讲 一即是一切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来看 经中学会人李文老 最喜欢讲这句话 老实念佛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尤其是用最后一个夹杂 去批评很多很多法门 我觉得这也是过度的偏执 不夹杂 其实要看你怎么解释 严格说请写 我的解释是没有了信愿型 通通都叫做夹杂 不是说念佛的人 不可以念普门品 不可以不是说念佛人 不可以念法华经 不是这个解释 我觉得那是执着在数字上 还是有违法 假如你今天念佛 有信愿型 那就不夹杂 你今天读大方广佛华言经 目的是度无量的众生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也是不夹杂 今天念佛人可不可以念咒 可以啊 还是可以念大悲神咒 也可以念往生神咒 尤其末法时代 现在妖魔鬼怪 疫情很多 也有法师鼓励说 你每天至少能够念三遍七遍 五会愿言神咒 那不能念愿言神咒的时候 可以念咒心 那请问念愿言神咒的功德 可不可以求生极乐世界呢 答案还是可以的 这个也不叫做夹杂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人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直持名号的吧 看我表演 就是抓着一个东西 然后到处见乱乱砍 砍到最后呢 连自己的信愿心也都会砍断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危险跟可惜 甚至甚至还很执着到说 念佛只能到净土五经 只能念一部无量寿经 不好意思 有些法师是这么说 我只要一尊佛 一本经 一句名号 其他我都不要 乍听之下这句话好像对 但是这句话也不太对 是是而非 相似佛法 为什么 注意听 看 就像五方佛 我要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五方佛 刚才五方佛 我要阿弥陀佛 很好你的愿力去极乐世界 可是五方佛的话 你不会不感谢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同样的五方佛里面 你去了极乐世界 你也不用去毁谤弥勒菩萨 所以我看到东南亚的现象就是这样的 修弥勒法门的 硬要把阿弥陀佛骂 骂得把他贬低 他觉得 因为修净土中的信徒比较多 可是念阿弥陀佛的人 也在八大菩萨里面 很少赞叹 我唯一是其中一个会赞叹 梅勒菩萨的 因为梅勒菩萨他修 般若波罗蜜 他修五重为世观 他也是临终八大菩萨 临终皆引的菩萨 所以因此我觉得修为世的人 就故意要把阿弥陀佛贬低 那修极乐净土的人 也故意排斥不念 梅勒菩萨 甚至告诉你说 不要上身都算内院 然后也有用净土十一论里面说 梅勒菩萨有内院跟外院 注意听这个问题 我有去研究过 答案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在净土十一论里面 中国人在明朝的时候 禅宗毁谤净土 净土也毁谤常中 所以故意会去把一个法门给扭曲 事实上见梅勒菩萨 并没有那么难 梅勒内院跟外院是同一个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问题我问过 没有进了河山 没有说进了梅勒内院很难 那外院就很容易被迷惑 不 梅勒内院跟外院都是一个院 都是梅勒菩萨可以教化的地方 所以因此可以现在看 八大菩萨里面就有梅勒菩萨 可是净土的人就故意视而不见不讲 其实这个还是偏执写 那这样的偏执结果是什么 会往生极乐世界 但品位不会很高 而且开悟会很慢 就会升到边地移尘去 《无量寿经》有讲边地移尘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遇到善之事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怀疑 不要夹杂 不要间断 其实这些是气礼气机 每一个朝代 对于净土宗的弘扬 是会有不同的诠释的 那每一个善知识都会 气礼气机 因那个年代而做 很好的解释 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 我上次好像讲过 可是我现在也想再讲 比如说民国时代有八大的善知识 禅宗是熏老而上 维世宗太虚大师 他太虚大师是读大波尔经该悟的 传说他是弥勒菩萨再来 但是他也因为读大波尔经的功德力而该悟 那太虚大师的风格就是很前卫 改革佛教 对不对 然后律宗是谁 红衣大师 净土宗 印光大师 天台宗 这个地贤老法师 天台宗 然后教下 教下就是原音法师 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印光大师跟红衣大师 两个人风格就不一样 台湾比较受 这个印光大师的红衣 因为为什么 台中 李炳南老居士 就是直接是印光大师的弟子 所以他可以承袭 就是印光大师的风格 如佛并红 敦伦敬奋到台中 一直影响到现在 影响到佛陀教育基金会 当然这很赞叹 这是政法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没有见过 李炳南老居士 但是我做梦梦过他 我要出家之前发愿 要出家 我曾经梦过他 跟着他走 走到一个地方 他突然回来 这样子 就摸着我的头 你要好好发大愿 我就醒了 事实上我没有清点 见过我师公 没有 我见过他的照片 收菩萨界的照片 现在也挂在基金会的办公室 我要表达是什么 所以一般都是受印光大师 可是印光大师写 他为了对峙当时契机 他是讲砖红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不论在家居室也好 出家居室也好 风门都很乱 天灾人祸很乱的时候 砖经写是他的特色 可是他自己不通经论 他在普陀山法语室 住了三十年 大藏经全部都读完了 他博通经论 可是他劝人都是专经 因为他觉得 难言福利的众生 心散乱 时间有限 你念佛专经是好 同样的以此类推 印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 大家知道 才高八斗的才子 也视线为律师 他晚年就是要拜 红衣大师 要拜印光大师做师父 可是他都一直被他拒绝 一直求到他三次以后 他终于允许了 去浙江省 普陀山 法语室见他 跟他住了 至少一个星期 还是两个星期 还有一个月 就是做他的侍者 他才知道 原来印主 印光大师 真的是种种有神 所有的佛桌 也是自己擦的 没有适者的 那我要表达一个注意听 写 每一个的愿力 跟视线不同 红衣大师就 第一个 延迟南山律 第二个 他身体很不好 他觉得罪业很深重 他特别呢 就修地藏法门 当然他也拜观世音菩萨 让我耐心心地讲完 可第三个 他因为戒律的干系 他觉得东方要是净土 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是不冲突的 东方要是净土 可以解决你 现实的所有的问题 可是呢 西方极乐净土 可以解决你 来世的问题 所以写 东方跟西方 两个是一体两面的 一个解释现实 一个来世 可是 可是 这句话很重要 红衣大师 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并没有到 东方要是净土 了解吗 他的愿力 他觉得他还是喜欢阿弥陀如来 好 那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是念一声 一千声地藏王菩萨圣号 接下来他早上念观世音菩萨 睡完午觉以后 他就念阿弥陀佛 一直念念念念念 那要晚上 那就是中国人讲的 配合家家观世音 户户阿弥陀 早上没有阿弥陀佛吗 下午没有到备观世音菩萨吗 所以其实这个是善巧方便 还有一个 他弘扬华严经 华严三品 一直影响到孟三老儿上 以及孟三老上也劝我弘扬华严经 再还有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他东方要是净土呢 注意听 你们呢比较不知道 因为你们不是出家众 因为他说 中国从南宋以后 事实上中国的戒体 都已经中断了 他讲真话 所以他叫做菩萨沙咪 当然我们现在台湾 郑爵经社 南宁经社 所有的比丘比丘 你都是弘扬中国南山律 都以弘一大师做标准 很好赞叹赞叹 但弘一大师是律师 他是不可以说谎的 他说我只能发心什么 先受戒 学戒 再来持戒 先要受戒 要学 学 学戒 再来要持戒 所以他叫菩萨沙咪 那乃至于 偶一大师也是如此 偶一大师也是叫菩萨沙咪 你去看他们 不是只有谦卑 而是事实上他没有戒体 那他又要解决一个问题 看着我两位 那一个出家中没有戒体 那你要怎么随手 居士供养呢 接下来就你不小心 破了四根本重戒 杀到淫忘 因为过去的恶缘 不小心 有意无意破了呢 那你又是不清净怎么办 答案送药师经 念药师咒 戒体会得到清净 你去回去看 药师十二大院 有一个若有走入邪道的时候 送药师经跟药师咒 可以让你戒体清净而回来 变成得到清净的戒体 也因为这个戒体的原因 所以弘一大师 比印光大师更弘扬药师经 了解吗 这是要解决戒体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来了 请问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咒身体不会好吗 会啊 那为什么呢 很多要弘扬药师法门呢 那药师十二大院 当然就是让你身心清净 无有病痛嘛 对不对 现世所求如愿 所以变成说 弘一大师的风格 就会告诉你 现世用药师法门 圆满你的愿 再加上他自己很谦卑 念地藏法门 然后呢 还有观音圣号 那可是呢 来世呢 用这个 极乐净土解决你往生 莲花化身以后的功德 可是印光大师就不是 印光大师是用什么 请写 是用观音法门 取代药师法门 你真正的念 十万遍大悲神咒的时候 你病怎么会不好呢 你所有一切业障都会好啊 病动也会消除啊 了解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讲了这么多是告诉你 每一个善知识 气里气机啊 它是弘扬的愿力是不同的 不要轻易批评 所以同样的回来 我们当老师念佛 不要怀疑 不要间断 不要夹杂 不夹杂 其实解释的定义也不同 不见得说除了无量寿经以外 就其他的不可以念 我不认为 你能不能念无量寿经更好 所以东南亚呢 因为无量寿经会基本 也很多很多辩论 我在这里并不想要去跟别人抬杠 自己呢 我头脑很清楚 因为我自己是读会基本 而得到利益的 那基金会因为有一阵子呢 有很多批评 也感应了康生凯的版本 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弘扬康生凯 所以我觉得连净土宗里面 之间都很混乱 那历代的祖师 十三代的祖师 一直到近代 连广经老和尚 劝人家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 他也不愿意叫你要念经 就是修苦行 老实念佛 未常住做事 所以看结论 请看 那下一个重点 一心不乱 有人觉得很难很难的 很难很难 没有错 请看一下 这个黄念族老局师也会提 我以后也会提 注意听 细念不乱 一心不乱请写 是揪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细念不乱 是玄庄大师翻译的 下次我会印原文给你 班长提醒师傅 发个简讯给我 我有对照表 下次师傅印给你 今天我没有 我只是提到 这是一个重点 我说念佛法门 比如说有人也会念 如果一日二日到三日 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 一读到一心不乱 就这个标准好高 那我就不可能去极乐世界了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恶念太多 那就不可能去极乐世界了 就自己先打退堂鼓了 知道吗 那老实告诉你 一心不乱经文没有翻错 写 这是阿弥陀佛 临终照你的时候 绝对是一心不乱 那时候你绝对不要怀疑的 就好像你今天去机场 在疫情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要登机 你今天机票也订好了 所有班机好 要登机门的时候 你所有的check in 要登机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不要进去 你临时改变的话 那当然你还是去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写 一心不乱是指 临终阿弥陀佛 放光照理那一刹那 的的确确是要一心不乱去的 因为一心不乱是阴写 往生 莲花 化身是圆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也是圆 所以 往生极乐世界 才会相貌全部都一样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玄庄大师翻译 玄庄大师翻译的时候 基本上 就莫罗舍大师翻译的东西 他都看过 所以他翻的东西 就不用重复翻了 比如说 现在师父有脑筋想起 刚才讲耀师七佛神变经 谁翻的最好呢 是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有翻过耀师经的 现在耀师经有好几个版本 有些道场念的是 也不是玄庄大师 答案我是觉得 念玄庄大师的版本是最好的 因为他有耀师一尊佛 还有耀师七佛 七尊佛的神变 还有日光月光 十二耀叉 还有咒语 全部都是完整的 换句话说 以前的益经诗 就是旧穆罗舍大师翻译过的 其实玄庄大师全部都看过 只要益的没问题 他时间很宝贵 不会浪费生命的 就不用从益 会从益的话 一定有他的益益 益益是什么 请看 玄庄大师一范文本翻 就叫 细念不乱 就标准没有那么高 细念不乱什么 以现在话来讲 就是脱疆的野马 一直在外面跑 然后你把他马拉过来 绳子绑在那个装上 就是细念不乱 那细念不乱 还有没有烦恼呢 答案是有的 还是有 但是你已经心专注在那里了 细念不乱 所以举个例子 你就要问自己 病痛来的时候 你还能细念不乱吗 业障来的时候 能够细念不乱吗 顺境来的时候 逆境来的时候 可以细念不乱吗 我从早到晚呢 很忙的时候 你还能细念不乱吗 假如你平常都细念不乱的话 写一句话 生的时候匆匆忙忙 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 这是西藏法王讲的 所以可见呢 中医生救度法 不是只有临终才修 是你现在的念头 就应该要修 所以你要训练自己 这个各种情况下 都要细念不乱 细念不乱的时候 你一直石头压草 那细念不乱 道义心不乱之间呢 简单的讲 请写 中国人就有写 敬念相继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 示义心不乱 第三个 礼义心不乱 这是在弥陀经奥节里面 注解而分的三种 当然假如你平常就能够念到 一心不乱的话 就好像你已经完全准备好 要登机了 机票也没问题 行李也没问题 通关也没问题 那当然了 那一定会登飞机的嘛 那往生极的世界 绝对没有障碍的 可是假如你平常 达不到一心不乱的话 你起码要做到 细念不乱 所以细念不乱的关键是什么 是信愿行 我讲了这么多都是有关系的 翻回来 117页 所以信解具足 还有观行具足 这两个都具足 才叫做老实念佛 否则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 光有信解 没有观行 还是不老实的 我常常觉得 中国人喜欢在文字上 做功夫 绕了半天 可能有时候就模糊了重点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玄庄大师翻译的是 细念不乱 他还加了两个词 慈悲加幼 让你的心不乱 灵命中的时候是 阿弥陀佛加持你 慈悲加幼 让你的心不会乱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到这里 全部讲完一个段落 还有一点点时间 看一百二十一页 一百二十一页 好 圣财东子 五十三餐 第五位 谢托长者 谢托也可以念成解托 没有错 可是佛教里面 大部分都是念 谢托破音子 请看 这个 先看一下下表解 好吗 谢托长者 来 看一下 你的表解 页码是两百四十页 悟三 谢托长者分三 几一 他先讲境界 境界就是诸佛如来 随意即见 这个很重要 几二 道理 所见诸佛 皆由自心 其实这就是唯心念佛 也是实相念佛 几三 就是真正见了佛 是离一切相 而成一切相的 这个金刚经学空的人 最喜欢孝敬土宗 你们都念佛很执着 对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即见如来 这个有很大的辩论 我留到几三的时候在讲 所以中国 在这里我突然想推荐一部 论跟各位介绍 请写 就是西方和论 就是苏东坡的转世 一直到明朝 元宏道居世 那当时因为我上半年 在台湾奖金 下半年在台湾 国外红法 新马还有德国红法 所以一直到疫情前 我花了七年 全部讲完了 事实上应该讲了三年半 全部讲完了 已经上网了 叫西方和论 下次我带书给各位 也就是在净土食药里面的这一部论 最重要 最深的是西方和论 那元宏道居是 就是苏东坡的转世 那他真正后来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 从唐朝一直的转世 转到明朝 也两三百年 他家兄弟姐妹 兄弟有三个人都往生极乐世界 是他的哥哥求阿弥陀佛让苏东坡先看到极乐世界 后来他就用十 华严经的十 十门 然后每一门用十段 所以十乘十 有一百 写西方和论 这本呢 就是说明到 明朝的时候 净土宗跟禅宗的辩论 非常精彩 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才全部讲完 我自己也很感谢 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才知道说 原来禅宗跟净土宗的 骂了半天都在变什么 但是也会让自己的智慧大开 所以西方和论很重要 请看 第一百二十一页 又如谢托长者言 我入出如来 对不起 我入出如来 顿号 无碍庄严 谢托门 先念一下经文 我们时间有限 请看 一百二十二 见十方 顿号 各时佛刹 各时佛刹 为臣数如来 比诸如来 不来至此 我不亡彼 不来至此 我不亡彼 请画起来 也就是金刚经讲的 如来 无所重来 无所重去 他只是用不同的文字写的 那我若欲见 欲见起画起来 我动一个善念 真的想要见极乐世界 安乐世界 顿号 阿弥陆 这一版又是这张图 我若欲见 我若欲见 这张图 我若欲见 金刚光明如来 特别修不动如来 不动如来也是藏密 也是东密 那不动如来特别是末法时代 对于称心 会要降伏天灾人祸地震 特别不动佛 不动佛不动如来也有他的咒 这个特别重要 他在妙喜世界 善助世界 狮子如来 静光明世界 月绝如来 宝诗子庄严世界 顿号 疲如 遮那如来 如是一切 顿号 息皆 极见 最后一句话画起来 十方无量诸佛的如来 只要我动个念头都能见 那表示什么 他振入到一即是一切 华言经里面讲 用现代话来讲 他得到了宇宙的护照 根本不用通关检查 他动一个念头 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 他来去自如 为什么 因为十方佛国土都在他的心间 就像以前观世音菩萨比喻 正道阿罗汉果 或者大卫观世音菩萨 看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掌中的安摩罗果一样 他过去现在未来 都都知道的 这是真正的动一个念头 随意即见 我再念一段 他刚好是这样 请看一百二十二页 最后一行 知一切佛顿号 即以我心 现在请做记号 西街如梦 到这里一个段落 接下来就讲金刚经的梦幻泡影 知一切佛顿号 犹如影像 影像画起来 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一样 反射的月影 黄老居士也用这个例子解释 自心如水 就是说影像跟水是融成一体的 知一切佛所有的色相 以及自心 息皆如幻 到这里一段 其实它就是佩金刚经的如梦幻泡影 知一切佛 即以己心 息皆如想 想就空谷回音的想 到这里一段 我如是之 如是意念 我虽然如是的 如始了之 但是我还是要如是正意念 意念画起来 这里的意念就是大师之念佛源通章的 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结论最后 所见诸佛顿号 皆由自心 到这里一段 所以这一段就是讲什么 就是讲 金刚经 如梦幻泡影 其实这也是讲 大般若经里面讲的 所谓的一切是唯心造 唯莫经经里讲 一切诸佛都是自心的显现 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 也跟波浙般媚经很像 所以这是属于十相念佛 写在上面 唯心念佛 那虽然如梦如幻 以他大悲愿力显现的时候 请看一百二十四页 下次就会讲 一百二十四 请看 所谓无碍顿号 庄严泄托者 因为如梦如幻 就像镜子反射一样 所以他可以大悲愿力显现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三十二应生 寻生就苦 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 离一切相 沉一切相 就像千江油水 千江月一样 所有的相他都可以显现 可是因缘和和和 缘聚则生 缘散则灭的时候 相就会消失 所以他是如梦如幻的 下面的经文 下次再解释 就是连摄影的佛 大目间连者 都没办法了解 我还是念一下好了 对不起 因为刚好一个段落 请看一百二十四 所谓无碍顿号 庄严泄托者 下面画五个记号 五个星星 离一切相 沉一切相 虽然如梦如幻 而亦不坏顿号 梦幻诸境 不会破坏 所有一些梦幻的 云起法 若不入此顿号 梦幻法门者 便如舍利佛顿号 大目间连顿号等 在士多灵 他就看不到 如来的神力境界 因为善根因缘不文故 所以黄老居士 在诸节里面 他有解释说 大阿罗汉 还是看不到 华言会上 佛的净佛国土 菩萨的游戏神通 广度众生的境界 所以 华言经是很殊胜的 这是第二段 就是谢托长者 多说一句 126页 有空的话 请回去 预习 皮色纸罗 居士 他讲 他就可以看到 过去佛 现在佛 过去七佛 一切 过去 现在 未来佛 一切他都没有障碍 一直预习到130页 好不好 那我们所有的第二段 念佛的法 暴化三生 就讲完了 第三段是专门讲 万德鸿鸣 就是这个名号 是本身就很殊胜的 当然这个名号里面 广义的说 是所有诸佛的名号 如来 应供正片之 民行族 善事是奸解 无上是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世尊 所有的名号都包含 一直要到第五段 念阿弥陀佛 成就普贤十大愿的时候 才是狭义的专门讲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如来 这个名号当中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好 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 请科长念四句即回向 我此普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擦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